已故美國知名民權領袖劉逆思 寧救移送國會舉行悼念儀式 劉逆思的寧救安放國會園形大廳 被公眾沾揚 是第一個非裔議員獲得這樣的待遇 分屬共和民主兩黨的參眾兩院領袖致渡辭 稱許劉逆思是勇氣的典範 國會良心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和副總統彭斯現身自哀 總統特朗普就說不會到場 因應疫情 圓形大廳不對公眾開放 寧救其後 移送去到大廳外面 被民眾遠距離瞻揚 劉逆思是美國六大民權領袖之一 今個月中因為胰臟癌細細 享年80歲